很多长跤怕人家拉特别转的那种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去来解决一下呢 我们可以就是击球的侧面 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正对着球了 正对着球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吃那个旋转 这样一切那球就会冒冒吃人家的旋转 然后我们可以积一点它的侧面 用侧的这种力量去把它的旋转 稍微做一个抵消 加上自己的力量过去的那个球 你就可以做一个旋转的改变 就人家拉的很转的那种球 然后你这么一个侧切过去的以后 就是一个下旋 非常转的一个下旋 然后根据你的力量的大小和你的角度 来做到可以打到哪个位置上 或者是是长是短的状态 因为长跤需要去借对方的一些旋转 所以呢这个球对方拉的越转越低 我们越好切 但是呢需要注意几点呢 第一是板形 然后要积球的侧面 第二是这个点一定要早一点 等对方拉过来的球旋转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用力去合着去把它解了 然后还给它一个下旋 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你这个点要是晚一点的话 那么就有点吃它的旋转了 旋转就会很强 也就是我们一般长跤正常正面切的时候最怕的球